大家平安 平安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到我們的華語禮拜當中 因為我們一起敬拜上帝 特別在這段時間裡面 在我們基督教的節祭當中 有一個節祭是最重要的節祭 很多人會以為是什麼 會以為是聖誕節 事實上最重要的節祭是這個 叫做大災節祭 什麼叫大災節祭呢 就是復活節 之前的四十天 在教會的禮儀和傳統的當中 這四十天 事實上我們是要一起去預備 去迎接這個復活節 因為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 定時價值的復活 其實我們這個信仰 會變得好像沒有一個 可能故事沒有說完的感覺 因為這個故事是說 耶穌基督透過祂自己本身 就是上帝拆祂的復生子 降臨到這個世上 祂成為我們的幫助 而這樣一個幫助是透過祂 獻出祂自己的生命 而且在這當中是一個受苦的生命 在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祂的糾紛的降臨 以及在這當中我們得到一個 有生的一個復活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當中 特別是在從大災結起的這四十天當中 其實是一段敬虔悔改 謙卑與主同行十字下之路 特別在我們教會也有一個很特別 如果我們今天做完禮拜 我們後面鄭醫師還要講的是什麼 以色列十地 今年的大災結起是從來天開始 是從2月14號 從2月14號開始 一直到3月31號 3月31號那一天就是復活期 所以我們一起來復活期 prepare for Easter 那今年是剛好2月14號那一天是情人節 但是世子上那一天叫做聖灰禮拜三 聖灰禮拜三是什麼 就是在教會的傳統當中 會有那個灰烏啦 就是燒成那個汗燒成灰 然後在額頭上化十字架 在一些更傳統的教會禮儀當中 在那一天我們開始做一個悔改反省 與主同行這四十天的路程 然後去迎接復活期 因為主是透過祂定死之架 成為我們的幫助 成為我們的拯救 這個信仰是我們跟很多信仰很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們拯救並不是靠我們自己的修練很厲害 而是由主耶穌基督 祂透過祂定死之架 如果我們只是把耶穌把它定位成一個 我們先把耶穌定位成如果祂是人 如果這一個人 祂成為我們共同的拯救者 但祂拯救的方式確實陷到祂自己的生命 這個人可不可以相信 其實是可以相信的 其實某方面我是因為這樣信主 我記得我在1992裡那一年西 那一年王高二 當時候我參加 我在高雄新興教會的主日學 那個主日學是什麼 叫做高中生都師範班 他如果念完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去教主日學 當時我的老師他就問我說 信任你們家長老一堆 然後每一個人都在教會 你從小就在教會 你一般來洗禮 我就跟我老師講說等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任何選擇 因為我從小就是在這個環境當中 我也沒有機會去看看別的地方 然後我就跟老師說等一下 我就跟老師說等一下 就一等我等了一年 這一年我在做什麼 我有一天不知道怎麼樣 我就跟祖講說 一祖齁 我從小就在教會裡面 但是我覺得我不太認識 我的信仰到底是什麼 肯求主你幫助我知道 但是這個時候我突然就覺得說 不對啊 我這樣肯求主 但是我有工具 我至少要讀讀和聖經在講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我在學校是住校的 然後五點下課到六點吃晚飯的時間 有一個小時的空檔 那個時候我就拿聖經 就從馬太福音這樣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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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 我幹嘛去定詞是這樣 特別是讀到約翰福音的時候 他提到耶穌所講的話 特別今天我講的主題是真光 他是那樣的一個真光 所以我那個時候做一個很奇怪的打告 我就說主啊 如果你是真的 我沒有信你 好像我錯過這件事情 但是主萬一你講的是假的 其實我信你 其實我也沒什麼損失 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教會裡面 也受了很多的愛啊 再怎麼樣 這個是一件 不會 怎麼樣 不會失敗的投資啊 那個時候我想的是用利益交換 如果耶穌是假的 我信他 那也沒關係啊 但是他是真的 如果我沒信的話會怎麼樣 那就沒有了耶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就這樣唸唸唸 就把整個新約讀完 又讀到這邊創世紀 然後又看了一下詩篇整眼 就那一年當中這樣唸唸唸唸唸 我決定要吸你 其實是很單純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沒有信 我這一生可憐的 我會錯過一個很大的恩典 但是這個是當時候很粗淺 以及很功利的想法 但是在這當中 主並沒有去在乎我們去怎麼想 他為我們每一個人定是假 即使你沒信他 他還是為我們死 但是在這當中 我們同樣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特別在這段時間的當中 如果我們翻看我們週報 我們會知道 在每個禮拜三 我們教會有什麼 有查經禱告會 然後我昨天看了一下週報 查經禱告會 剛好牧師 王敬才牧師要想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約翰福音 也就是我們今天說要講的 約翰福音 其實在福音書當中 不外乎跟我們講幾件事情 只是每一個福音書的作者 都不同的程度 跟我們要介紹 讓我們認識這個主耶穌是誰 他說了什麼 他做了什麼 成為我們一個很大的幫助 也成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今天我們透過約翰福音 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 耶穌基督他不是高高在上的 在天上的神 而是他成為人 住在我們當中 甚至是經歷我們人當中 最深的苦難掙扎傷害 所以他甚至我們的苦難 他並不是一個 賈賀赫赫霆庭克 你們聽得懂嗎 吃得很飽 坐在上面 被人家供奉神 而是他成為我們每一個人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特別他走這一條施架的道路 特別他成為我們的幫助 他深知我們的掙扎我們的痛苦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而特別是在約翰福音當中 又把這個道 這個道其實如果是在希臘文 它叫做Logos Logos就是這樣的一個 Logos其實也可以把它翻譯成 話裡 上帝的話裡 透過耶穌基督 來到這個世上的當中 讓我們活生生的看到 什麼叫做愛 什麼叫做拯救 什麼叫做希望 什麼叫做爭光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寶貴的事情 也跟所有世界上 各種的宗教 非常不一樣會在這裡 是這一個神成為人 來到我們當中 而不是神自己很厲害 比如說像關公 過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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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十年後來 他做什麼 什麼 什麼 那個 關公 但是 關公最後是怎麼樣 他並沒有復活 而耶穌基督 他來到這當中 他經歷了死亡 但是他復活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大三節起很重要 讓我們去同時去領受 耶穌基督的死跟復活的當中 我們在這當中 我們領受到非常大的生命的盼望 那我們今天所讀的聖經 是在約翰福音第三章 第十四節到第十 到第二十一節 但是在這當中 到底他在講什麼 事實上耶穌是在跟那個人對話 這個人是誰呢 尼哥迪姆 尼哥迪姆 他是一個當時候的權貴 他在深夜 By the night 在深夜裡面 在黑暗的當中 跑去跟誰 跑去跟主耶穌對話 而尼哥迪姆 我們可以了解 他的身分是什麼 他的身分他是一個猶太人 他是一個法利賽人 如果你是猶太人又是法利賽派 然後他又是一個什麼 他又是一個當官的人 他是什麼 他是權貴 有受過教育 但是他也是在這當中 他可能是德高望重 因為他說他人已經老了 其實他有一定的年紀 可能在這當中 在猶太人 特別又是法利賽人當中 他的地位相當高 如果你是法利賽人 你是不得了的 但是他又是官 而且他又有錢 因為他後來做一件事情 是耶穌被埋上的時候 他帶了什麼 他提供了一堆香料 去怎麼樣 去幫助去高母耶穌 然後最近我還知道 最貴的香水是什麼 已經不是什麼 channel No.5 現在是什麼 海洋那那酒 是這一集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以色列 所以你們這一次有機會去 以色列問問 最貴的香料是什麼 而且他還是什麼 他還是猶太人當中的老師 所以這一個人 集了什麼 受教育有變背景 他又是德高望重 他又是當官 这样的人深夜里偷偷跑去找耶稣 他干嘛找 他干嘛深夜跑去找耶稣 你对比一下耶稣是怎样的人 耶稣那个时候不过三十来岁 年轻 耶稣是怎么样 耶稣是不是当官的 而且耶稣是 其实耶稣是乡下人 耶稣不是法利塞 所以与耶稣对比来看的时候 这一个尼格比姆 他应该是掌握最高权利 应该是耶稣反过来要请教尼格比姆 总是尼格比姆跑去问耶稣 但是尼格比姆也是很不客气 因为尼格比姆就跟耶稣讲是说 拉比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人来做老师的 因为你行的神经 若没有上帝的同在 没有人可行 他知道这句话 他也称耶稣是老师 但是呢 这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尼格比姆对耶稣说 真经老人如果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里面 因为耶稣一直强调 你们要重生啊 但这重生呢 对尼格比姆来讲是说我已经这么老了 我已经老了 我要重新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吗 以逻辑上来讲变这个 但是耶稣在讲的重生不是这样 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重新领受这样的生命 但是尼格比姆很怕去问耶稣这个 所以怎么样 因为他有地位啊 他是权贵啊 他又受过很高的教育啊 他又有钱啊 而且又怎样 他又比耶稣名气大啊 我拼什么去问耶稣 所以深夜里偷偷去问耶稣 他暴露了人的一种怎么样 一种自私骄傲 但是又很想亲信耶稣 不过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对话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约翰福音 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二十一节 就从这样的对话当中来了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就是现代的尼格比姆 可能就是穿着西装 是一个怎么样 有钱的人是一个权贵 可能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当中 去问耶稣一些很有挑战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一个网路上的一个部落格 这个部落格我最近才发现 觉得很好玩 他是什么 The Millennial Pastor 一个千禧年的牧师 他说The iPhone Pastor for a typewriter church iPhone的牧师他专门是在怎么样 在键盘当中 打电脑 typewriter church 他又分享一些很特别的信息 然后我读他这篇文章 他就想说 我们每一个人 有些时候很像那个尼格比姆 我们很难很谦卑的去面对耶稣 我们总是装着 我们要穿着 我像我今天也要穿西装打理袋 我们难以放下 我们在耶稣当中的 面对耶稣我们很难真正谦卑 但是耶稣愿意与我们对话 甚至将这样的争访 将这样的爱分享给我们 然后今天尼格比姆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好像就是那样一个要追求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人 我们对于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重生 我们可能好像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 但是即使你是带着一个最具挑战性 最不友善耶稣一来接纳 而且甚至耶稣也为这一个人死 后来尼格比姆的改变是说 他还愿意去怎么样 去高耶稣的身体 特别他是法利赛人 他应该是跟定耶稣基督死的 那一伙人是同伙的 但是尼格比姆做出生命的决定 就是在那一个夜晚 与耶稣基督相遇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这样的经验是什么 当我们愿意 无论我们带着怎样的心态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耶稣都会给我们机会 甚至在这当中给我们最宝贵的信息 在这当中是比较小 不过特别讲来一件事 我们看图就好 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十字节 这当中讲到一件事情 这一段圣经讲的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摄 人死也必须照这样被举起来 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 特别是因为尼格里姆 面对这一个犹太人里面的当官的 他有知识 他绝对听过摩西的故事 而且把他首读 特别他 他非常知道旧约的传统 对于法利赛人来讲 我相信 我守律法 我相信这些传统 我大概都已经得救了 我不必再透过什么外力 因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凭什么还要相信你这一个 高丁娜 老头小子耶稣 但是耶稣的对话当中 刚好用 这一个犹太人里面最熟悉的故事 就是跟他讲这件事情 就是他提到摩西的传统 摩西是怎样 摩西在框里面举蛇 其实是为了要怎样 如果我们才在这当中看一下 在这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日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造一条火蛇 挂在竿子上 凡被咬人 一望这蛇就必存活 事实上 这一个蛇其实是代表什么 上帝同在的记号 然后后来我们行政院卫生署 还是什么 就是用那个舍人的标志 跟这个有关 就好像你会看到医治 看到盼望 那同样的 但是耶稣讲这个之后 他会讲到一些事情 就是说人子照样要这样被举起来 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这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 蛇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很可怕的邪恶 很骨溜 或者是一个不太 让人家不太舒服的东西 但是同样的 耶稣基督后来是怎么样 好像被这个堂尸举起 被这个蛇 好像我们所看到摩西举起蛇 耶稣被举起 却是在人最死路的记号 那个是什么 是十字架当中 他转化成一个什么样的拯救 耶稣中用这个很双重的技巧 跟一个很懂的犹太的传统人 讲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也透露了一件事情之后 耶稣好像会 就是说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 事实上是耶稣最羞耻的时候 但是也成为最大帮助的时候 耶稣被举起来 如果我们所看到的 他举起来的话是怎么样 是被定在十字架 是赤身肉体 是毫无掩饰 是伤很美 是被人嘲笑 是被人吐口水 是失败 是好像黑暗的笼罩当中 但是耶稣破过他自己的习惯 就破过这个 所以在这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 他实在一次的跟这个尼克迪姆对话的时候 让通过在旧约的传统 以及耶稣即将去面对 在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 以及最大的任务 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的时候 让尼克迪姆自己去想想看 什么叫做救恩 原来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盼望的记号 而不是靠他自己 而不是靠他自己的一个力量 虽然你是一个很好的教师 虽然你是在法利赛人当中 你是那么有地位 但是重新要回来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 透过什么 因为上帝自己猜怕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什么 我们的帮助 所以有一段圣经 我从小到大都会念 但是在这当中 我们重新再去思考他的意义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一个儿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非常重要 上帝是怎么样 是爱我们 所以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当中 但是 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我们每个人在主人面前 永远有那个机会 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 因为上帝 拆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人怎么样 使世人因他得救 上帝没有要定我们的罪 也不是说耶稣要定我们的罪 而是为我们罪死 我们可以因 为主耶稣基督救恩 而得到一个很大的盼望而得救 但在这当中 我也重新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 其实耶稣讲这一句话 是非常的有针对性 为什么 尼哥迪姆法利赛 他最喜欢定人的罪 特别安息日很多规矩 安息日 你走路 你不能超过几公里啊 你前天晚上要准备 吃的东西 你不能点火 因为你点火 你表示你没有真的安息 你触犯安息日的规范 太多这样的规则 使人得到捆绑 好像随时都会触犯罚条 触犯犯罪 变得被很多事情捆绑 耶稣来是挣脱这个捆绑 因为他的爱不是用律法可以定义 而是用他的怎么样 他的生命来到我们当中 用他的所做 用他的保险 用他的打磨自己 而成为我们的帮助 而不是靠着律法的条纹 或者像尼哥迪姆 你所依赖的是 你在犹太当中的权威 你这样子信的 你不是信什么 上帝的恩典 而是信你的传统安全威 这一点的当中 对于台湾人来讲 也是非常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人 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禁忌 比如说 我们在座有人俗虎 要修后会俗虎 有人说不俗虎 不要去什么 新年房 怎么样 要穷 结果很不信我就俗虎 那怎么办 我永远不能去药洞吧 还是 然后怎么样 什么时候什么 安太岁 然后安太岁来到这边 灵真意大师加持 很多这一些的东西 成为我们的捆绑 但是耶稣基督来 其实是打破这一些 在过去的以色列人 特别是法利再太 他们第一代的是律法专头 换成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有很多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很禁忌的事情 直到现在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荒谬 但是人家又是狠信 比如说 什么 每一年过年 今年过年很多 新闻在报 谁去 赖亲耳去抽 国运签 结果怎么样 下下签 但是这个问题要回到一点 你说抽签下下签 那 你行政院长是不是就不用当的 不是这样 应该是回到是说 做好好的来整理这个 怎么变成下下签之新闻 这个当中是有问题 应该回到一个最根本的 我们依赖的是什么 应该要怎么样好好的 照着治理这个国家的方式去走 所以耶稣来 事实上回归到我们信仰的本质 我们信上帝 但是我们不是把自己当成上帝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特别的是这样子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也被定罪 因为他不信上帝 独一而止的 这个信与不信 不是一个停留的状态 它其实是一个怎么样 持续不断的事情 我们信主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 而是要持续不断 而这个不信也不是说你 以前不信就永远没救 它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过程 但是因为他不信上帝 而止独一而止 这个是在讲什么 人太容易把自己当成上帝 特别有一些人容易怎么样 把自己当成大师 古勇尤尼歌迪姆可能变大师 现在也有这很多大师啊 随便一个安泰塞 还有一个在这上面来 最近电视比较少看到他 林真义 林真义 心中没有上帝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罪 当我们知道 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得救的时候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我们的忍弱 救恩就来到 在这当中 我特别要讲的是 耶稣提到他自己 常常提到他自己是什么 是真光 特别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的第一章 就提到一件事情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纳光是真光 来到世上 照不亮所有的人 所有人 包含你从来不信耶稣的人 包含你跟耶稣距离很远的人 这个光都跟我们有关系 都与你我有关系 但是呢 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到现在 我们还在面临这个挑战 结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 所以耶稣会被病死自己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 最拒绝耶稣为我们的 包含我们自己 但是感谢主 因为祂是那个光 主动的去照亮我们 让我们永远留盼望 而这个光的希腊的叫做false 我们玩摄影的人都知道 摄影那个字叫什么 叫photo 然后摄影师叫做photographer 它的字根其实是从这个字来 光有光就有点 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人生 我们生命当中有需要主光照的地方 但是也有黑暗的地方 但是主光照在这个黑暗当中让我们看见盼望 所以在这当中 今天特别要强调是说 因为凡作恶的人都恨恶光 不乃接近光恐怕他的行为暴露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 或者是某一些人 他其实是害怕光的 因为我们的黑暗会被暴露出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行在真理的当中来接近光 为要邪靡 这样的行为不是我们的厉害 而是我们靠着上帝而行 在这个当中 我常常在想这一句话 要怎样的诠释 后来我发现这个诠释竟然是出现在一个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用他对信仰 或许是上帝也另外一个统在的方式 让他在他的作品当中 向世人见证那生命之光 这一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做安藤宗雄 日本非常世界 也是现在世界手算牌前几名的一流的建筑家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做 就是这个人在黑暗当中 跟他们只要看见光 这一个地方叫做什么 光之教会 日本基督教团 我们台湾基督教团教会的好朋友 有一间叫做姿牧村 卡苏雅欧卡丘 凶凯 以巴拉基卡苏雅欧卡 凶凯 然后后来很多人称他叫光之教会 这个是安藤宗雄1987年去接的一个案子 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 是这间教育的会员 这间教会没什么钱 但这个会员跑来跟安藤讲 就是说请你帮我们设计教会 我们的预算有限 你要不要紧 叫安藤宗雄去勘察之后 他一直想说怎么样 他一直有一个盼望之说 在这当中他发觉他的生命当中 遇到一件事情 对他来讲 很多建筑的idea的启发 是他看到很多 从什么科比义大师啊 还是什么美欧的教堂建筑 他很喜欢在这当中 他所盖着这样的建筑里面 有人很尽情的去祈祷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预算有限 他提出了一个建案 是非常特别的 用清水膜 然后好像是一个箱子 没有特别的装饰 但是在这当中 他要跟人家讲的是说 在黑暗当中会遇见过 虽然他不是基督徒 但从他的生命里面 我后来会讲 他有这样的过我们经验 所以呢 他开始 他决定 虽然预算不高 但是他认为 他这个作品他一定要做 姚锦牙 快两年后完成 1989年完成 那一个建筑其实不大 宽大概6公尺 长18公尺的地方 其实好像比我们这一笔还小一点 但是变成世界上很重要 而且是安藤的代表作 在这当中 他讲的一件事是说 在光之教会的建筑过程当中 他认为建筑的故事伴随了光而已 有光明的日子 背后就有什么 苦涩的阴天 在这当中 耶稣基督也陪伴我们 即使在苦涩的阴天当中 我们这样可以看见光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意向 去把这个教会盖起来 然后用的是最简单的材质 但是呢 却让我们好像去遇见那个真光 虽然他可能没读过约翰福音 但是上帝很特别透过这个建筑师的时候 让我们去感受到 他好像也帮我们去前世这一段身形 但是呢 他自己所爱讲的一件事情是说 在那种枝湖简湖的空间里面 强烈的光 从那一个没有玻璃照射 他本来的设计的时候 是这一个地方 他说他有一个空心啊 你知道什么风可以吹进来 雨可以挡进来 他那个觉得比较自然 结果他们教会其实不接受 你会这样子变成或这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其实还是有玻璃 但是呢 从安肯他自己来讲是说 他希望是说 光照射进来的当中 这一种庄严而美丽 指导人心的空间 怎么样在一个用水泥混凝土的箱子里面表现出来 那个就是他的挑战 也在这当中 他好像 虽然他不是所谓基督徒 但是上帝也接着他 跟我们讲到的 在我们生命中最悲哀的角落 最直播的地方 好像那一道光照射出来 而这个去年 有一个安腾忠雄的挑战的展览 在日本的国立新美术馆 这张海报其实就是什么 光之教会 就是安腾忠雄在光之教会拍的 也就是他的这本书的中文版 包含日文版2009年 他的自传里面的这张照片 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 连一个并不是有基督教背景的人 但是他去做这个教堂建筑的时候 他感受那样的神光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会比安腾忠雄有更大的领受 在这一个与主相遇 主的十字架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光当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出那样的一个力量 在这当中事实上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对他来讲耶稣基督是怎么样 是走下台阶的这样的一个耶稣 所以他说很多人没有看懂他的建筑 为什么 我就觉得说很漂亮 事实上他的设计是这样的 他不是把奖牌放在高处 而是他是用着地形一个斜坡下去 而是讲道人好像我今天是跟大家是平起平坐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道成的肉身是在我们当中 耶稣承默了一个向下入宅邪的人 没想到安腾忠雄同他的作品当中 去诠释这样的神学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感动 虽然他并不是有洗礼的人 但在这当中我相信上帝的救恩也与他同在 因为透过他的作品今天也跟我讲故事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故事 上帝也会从这当中让我们去看到 生命真正的亮光 他的中学我提到的一件事情是说 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觉得抓住微小的希望之光 拼命的活下去 因为他其实不是一个正牌的建筑师 他七岁的时候是在做什么 在打拳击啊 他差一点变成职业拳击手 但是可能体力比较不好 后来他觉得他很喜欢怎么样旅行 所以他自己是吃出去看 后来他还发现 他在很多的大的建筑里面得到感动 所以他就用另外一种自学的方式 成为世界有名的建筑师 但是他都抱着那一个希望 虽然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阻碍 他认为一个人真正的幸福 并不是在光明之中 而是怎样 您是那一个光明 好像您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中 我们往那一个方向当中 过去的时候 我们人生才有真正充实 而不是永远活在一个光明的当中 好像永远都在顺境当中 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 耶稣的光与我们同在 他也与这个安等中学同在 安等中学没有再做礼拜 耶稣就与他同在 我相信各位耶稣的同在 不会比安等中学少 而我们的生命价值 耶稣透过我们每个人 将会发挥出来 特别在今天 我们今天是什么 3月11号 也是什么 日本大地震 我常常想耶稣基督的爱 不只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也透过很多事情 特别是在很多的苦难当中 因为我们同在 在几年前 3月 在2011年 动日本大地震一发生的时候 刚好日本基督教团 很快的 我们跟他联系上 总会 我们就透过很多的帮助 去各位的奉献 进入到日本基督教团 我们也派志工去参与 日本的重建的工程 成为一个很良好的关系 那今年 在2月6号的时候 花莲大地震 两年前的台南大地震的时候 日本同样也为台湾 为台湾祈祷 这当中仿佛在黑暗当中 让我们看到希望光明的时候 有基督的爱流动在这当中 今天 在花莲 有一个叫做 日共舞的一个表演 这个表演 其实也透过台湾基督教团教会 与日本联系 其实日本有一群 很传统的舞蹈家 他们想要来表演 然后透过我们的教会 去做这样的联络 在黑暗当中让人家看到光 在希望 在失望当中 在一个灾难当中 让我们看到盼望 不过另外也有一些事情 同时也在发生 我们也为这群人来祈祷 有人他真的不喜欢光 所以要拆死日架 这可以讲做什么? 习近平的圣词 中国的基督徒现在很可怜 虽然他们人数很多 有一个李伯公律师 他两个礼拜前 无缘无故 被肝病死掉 他其实是一个 不抽烟不可酒 生活很正常的人 但是他就是因为 为了一些公益的事情 被中国的政府 用很不当的方式 很可能是死 被刺死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 这个我几年前曾经见过他 他有来过台湾 叫张台律师 因为中国在拆 基督徒的十字架的时候 在拆教会的十字架的时候 这个张台 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律师 他出来讲话 而现在下落不明 被失踪 被关在监狱 不知道被关在哪里 好像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好像现在 好像又回到 约翰福音的那个年代 做恶人都很恶光 不接近光 甚至要把光拆掉 把教会拆掉 把十字架拆掉 把爱主基督徒的律师 把他拆捕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让他死 但是在这当中 我们有一个盼望是说 扮行真理的人要接近光 显明他的行为 是靠上帝而行的 愿主真理的光 与我们同在 耶稣在 约翰福音里面 常常提到光这件事情 特别耶稣有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念 约翰福音 第十二章 四十六节 预备 就是世上的光 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愿主的真光与我们同在 也与那些受苦人同在 特别我们今天 是大灾节期 也是311大地震 日本 这样七周年 或者是在我们台湾 正在中国 有很多苦难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 亲近耶稣这个真光 我们特别在这个写集里面 我们一起来与耶稣一起同行 我们的敬拜 要带我来唱个回音的诗歌 因你与我同行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真光 仰望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恩典 也与我们一起同行 在这个恩典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帮助 愿主赐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唱歌 一起唱歌 我们一起唱歌 我们一起唱歌 就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分钟 我仰望你的岸点 忰愿让我一位 在我心了 来 指 你双手 令我 敬如你的恩典 祝耶稣你冒雪 洗尽我一切的罪念 为我死为我而流泪 祝耶稣我无尽的恩典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能报答你父的代价 为等我临近的世间 眼泪无尽善然的落下 我的幸福要忘记啊 他别生还来心底生明朗 从此不再忧伤 不再挣扎 在耶稣怀里 我用平安自由 洗尽我